大肠是人体系统的消化组成部分,大肠接受小肠下传的食物残渣,吸收其多余的水分,形成粪便,然后再通过有节律的运动将粪便传送至大肠末端,并经过肛门排出体外。 大肠癌却有隐蔽性,大多数在早期没有明显的局部症状,就像便血、腹泻等,让不少人都以为只是简单的痔疮,但随着症状的加剧,这时再去检查,往往已经到了中晚期。 在体检的时候,人们也更倾向于选择抽血检查、胸片、腹部踩钞等等,但是却极少人会主动选择肠镜检查,或者止肠止检。 但是,约60%的结直肠癌会长在直肠,直肠止检是最容易发现肠癌的方式之一,而在延误治疗的直肠癌患者中,有约80%以上是因为未做直肠止检造成的。 正常人一天的大变次数是1到3次,但如果你发现自己大变次数突然变多,还总是出现腹泻与便秘交替的现象,就要提高警惕了,很可能是肠癌引起的排变次数改变。 肠道和P的关系很大,P含有400种成分,放P的有无或多少并非小事,还可能反映机体肠道是否正常。 一般的P是不会特别臭的,而P之所以多且臭,一方面是由于肿瘤发生在直肠,较接近肛门,管腔小,即便肿瘤不大也容易发生阻塞,因此引起放P频频。 正常的排变并不会引起肠粘膜破损出现变血,若大便与肿瘤表面摩擦,却极易出血,这时的血不像痔疮一样是鲜红色,而是沉岸红色,通常与大便混合在一块。 肠癌患者会因肠道梗阻发生腹胀、腹痛,其中腹痛的发生率较负胀的发生率高。 但随着癌细胞对肠道的不断侵蚀,还会出现溃烂和感染,使肠道发生静磷,引起腹部异常疼痛。 这种疼痛呈振发性或者是持续性,并且腹部按压时可能会发现不同程度的肿块,横结肠和乙状结肠出现肿块的症状较为明显。 现代很多年轻人因工作久坐办公室或宅在家里,缺少运动,就易增加肠癌的形成。 加之,久坐的人腹腔、盆腔、腰部血液回圈不通畅,容易导致肠道免疫屏障功能下降,增加癌症的发生。 肠息肉指的是我们肠道粘膜上所有隆起性的病变,包括炎症性和腺流性两种,从一个腺流性息肉到大肠癌,往往就是五横线十年左右的时间。 长期吃肉,摄入高脂、高蛋白食物,亦使肠道分解产生有害物质,在肠道内停留时间过长,会通过肠壁进入血液,损害身体,且会使最接近毒素的肠壁引发炎症,诱发肠癌的发生。 由于膳食纤维不能在肠道内被消化,就会刺激人们的肠道蠕动,吸附食物残渣中的致癌物,起到预防肠癌的作用。 金玉兰叶又称菊菊叶,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小植物,现已被收入我国药点,其重要作用是预防肠癌,改善肠道健康。 金玉兰叶中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,对养护肠道,调节肠道菌群,改善肠炎都很有帮助。 它还能降低大肠的PH值,可以增加肠道的有益菌数量,抑制有害菌的生长,改善肠道内菌群环境。 外卖,虽然吃着爽,但却会增加肠胃的消化负担,因为研究发现,吃外卖的人,更多会选择大量的肉等高蛋白食物。 而摄入过多的蛋白质,抑制留在肠道内变质,产生胺、饮朵、硫化氢等毒素,刺激肠壁,增加癌症的发生率。 运动能放松自我,缓解压力,研究指出,运动可影响荷尔蒙水准,新陈代谢速度以及以消化食物留在肠中的时间,并有效提高肌体的免疫力。 建议40岁以上肥胖人群,有肠癌家族遗传病史,肠道洗肉,经常熬夜久做的人,及时完善肠癌筛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